另外下雨天开车真的要特别留意行车安全 25号晚间一名男子疑似因为下雨天视线不佳 开车行进台东误闯施工中的下水道工地 结果连人带车坠落两层楼深的大坑洞中 索性驾驶被救出来之后没有大碍 深夜下着大雨辆黑色轿车卡在两层楼深的大坑中 还可以看到驾驶座的安全气囊爆开 车头也都严重变形 工作人员出动大型机具把轿车从地底下吊挂上来 而当时的巨大撞击声也把附近居民给吓坏 这起意外发生在台东25号晚间 谢信男子独自开车返回资本民宿时 行经负欲录 疑是因为下雨视线不佳误闯进工地 结果连人带车掉进水道工程中 而驾驶下巴也因此缝了酒针 虽然工地旁都有护栏 但回想车祸过程 驾驶还是质疑现场围里警示 不够清楚 直过事发地点没有监视器 车上也没装行车记录器 后续驾驶与工程单位的责任归属 还要调查理清 9月1日才能报道